今天买了一条多宝鱼 花了42元 分享一个清蒸多宝鱼的做法 出锅后鱼肉鲜嫩无腥味 鱼已经被鱼汤老板处理好了 上面的粘液也用刀刮洗干净了 这层粘液比较腥 所以一定要处理好 把鱼装入大碗中 二根香葱切成葱段 一块老姜切成姜片 一起放入碗中 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入一下底味 用手抓几下抓出葱姜水 把鱼按摩两分钟 使鱼身上涂上葱姜水 去一下鱼腥味 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钟左右 趁着腌雨的时间准备点配料 准备一个青椒切成长段 然后对半切开 把里面的籽去掉不要 接着把青椒切成细丝 再准备准备几个小米辣椒 增加辣度和颜色 同样去紫后切成细丝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长段 再切成葱丝 切好和辣椒丝放在一起 一块老姜切成姜片 这里可以多切一点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大盘子 把姜片和剩下的葱段 装入里面垫底 这个时候我们的多宝鱼也认知好了 把腌锅的葱姜拿掉 不要 然后把鱼放在盘子里面 鱼上面也摆上几片生姜 接下来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放入蒸锅 把多宝鱼放进来 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蒸10分钟左右 10分钟过后 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用手拿起盘子把水倒掉不要 朋友们这道菜的灵魂来了 蒸鱼是有均匀的浇在鱼身上 大概浇上五六勺即可 然后再把切好的辣椒丝 和葱丝放在上面 最后浇上热油 这香味一下就激发出来了 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清蒸多宝鱼就做好了 鱼肉特别鲜嫩 没有一点腥味 而且多宝鱼的细刺很少 很适合老人小孩吃 银昂也特别丰富 上桌就是一道被抢着吃的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吃 一定会夸你是大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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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